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妈妈女团》 今集的嘉宾就是来自日本的美来 大家好,又港男友 上一节就讲了他部分的一些作品 也提及到比较多是 其实你说很兴幸,很多都是你自己去主导 但是其实又想问一下,譬如 因为你在学校就会遇到很多 在那边的,在学校就会遇到很多 日本的一些营运或者运作的模式 其实编辑对作品或者作者的干预 或者叫做介入,会不会都真的很多 其实都,大部分都应该可以说 听编辑说的机会率是真的很大的 譬如当你作了一个故事 你一定要给他看名字 然后他有什么再修改之类 其实是改得很厉害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没有了自己的感觉 还有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来 可能会觉得,你OK的 他给你一张卡片,他会跟着你 但是其实他自己是会给,他不会说明 但其实大部分人知道 因为你现在正在读书 但可能他会觉得,你两年左右 他会觉得,你没有什么成就 他会开始自动放弃你 他基本上不会再找你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比如可能 如果里面的老师 其实如果你说支持的话 应该会觉得,他会说一些东西 他会给你一张卡片 例如你会跟他说,我想画少女漫画 或者我想画BL 他就会说,如果你画BL 他说,现在日本,他不会像别人投稿 他又会反过来,他原来很喜欢在网友 找一些大手那些 然后他有机会叫他走去画画 因为他会觉得,你本身画开这些 有一定的粉丝,有一定的市场 他会觉得,就算找你推你出去也好 你的粉丝可能会有机会买你的东西 就不会推一个无名的新人出来 他会去到才知道 原来那个市场和我们想的都很不同 其实虽然都有听过 如果画一些公口东西 某程度上是容易出道一点的 但是因为你知道很多神人 就变成某程度上 现在那边多不多,难不难呢 我就都回答不了你 但是的确是 很多人是走斜道 是那边会去这样 大约是这样 其实之前也有听说过 在童人场找一个现役的画开童人的人 首先他有懂管理自己的作画的时间 懂自己有做过出书 会明白一些东西 有fan space 还有质素保证 其实真的,如果你由头开始转 还有你找一个大手 其实那个价钱都是一样 当然是在现场找 是的,还有一个东西 例如少女漫画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去画那类的 就算知道有一个前辈 就算出了道也好 我看到他们是 他们应该会很喜欢 比如可能叫你 他们是很喜欢出那些 比如可能 如果是少女漫画来说 比如可能是什么 心跳特輯之类的 那里面是包裹了他们 他们出了道的 年轻的少女漫画家 他们就每人画一篇 短篇 然后就合习 但那本书 就不是卖的 那本书是一本雜誌 附送一本 其实看上去都是二百多页的 A5尺寸 这么小的一本 其实当给了他们 又不是真的 拿去卖 但是他又有机会给他发表 但是那个前辈 我见到他有时会发表 但是之后已经不见到他有影 那我都会有机会 看到他其实 都有三四次灯出来的机会 但是轮不轮到他连载呢 其实就都是要看那间公司 那其实在你的经历里面 比较阔一点 因为你既有画过大陆的APP 也有在香港出过连载 有自己的同仁 也有在日本的连载 或者是日本的一些发布 其实在你见到的几个市场里面 那些少女漫画 无论在阔道 或者是譬如容忍道 或者是挑战者的参与等等等等 可不可以说一下呢 我们肯定会知道有不同的了 但是具体又有什么分别呢 香港就没有了 其实已经没有了很多年就算了 其实很有趣的就是 其实我又不算很看少女漫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画风和我的思想都很少女漫画 所以这一件事都是搞死自己的感觉 但是就没解自己喜欢了 但是如果大陆呢 我看到现在的画是漂亮的 但是还是一种很大陆的感觉 当然有些是很漂亮的那些 但是它又未必是少女漫画 但是这个题材 基本上那些人都更喜欢的 但是如果日本呢 他们分得很小 如果少女漫画就 要么就很清純 真的他们那些编辑 他们说得明白 只是说校园 他们就是喜欢校园 纯到五十男优美子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加 五十男优美子其实也很不纯 也很不纯 譬如我以前提案 那个故事有点鬼故事的元素 其实可能是那只鬼 那些不需要搞这么多东西 只是有个王子就可以了 只是普通校园就可以了 就是校园得来 但是就好看 总之就要校园 校园得来好看 你叫好看 校园得来可以好不好看 就是他们会觉得重要 总之给一些人看了 还有很深调 很初戀的感觉 但是当然你每一间不同 譬如这些就真的要 他很清純 但是可能有些就比较多的研发 就OK了 甚至乎可能 就是有些再轻熟女系的那些 给一些OL姐姐看的那些 就已经其实是有了一些H的性质 但是当然就不会画出来的 但是他会知道 你和他做了什么东西 其实他已经露了空了 但是就没有露下半身的 但是你会知道 其实他们已经在做了什么东西 都会有这些给一些OL 太太看的东西 其实他们都分得很小 其实你说少女漫画 其实也不是真的给少女看的 其实他也是很多范畴 其实也很曖昧 也没有分得很小 就算Chiaraburu 其实也算是少女漫画 但是大家怎么看 他也是一个竞技 和一个少年漫画的感觉 那套什么花牌情缘 也会有种这样的感觉 所以其实也不用想太多 要好看就可以了 但是听你这么说 其实他们都分得很小 例如说他们会断年龄层 所有年龄层 都总会有一本雜誌 是对他们的 其实你觉得这样 对于作者或者对于读者来说 你觉得是好不好的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习惯了会这样做 就等于你去一间拉面店 你不只是拉面的 你不会有其他东西 我们只是推卖这一样东西 可能他们会觉得 我推卖这一样东西 已经是最撒家那种 但是可能他们会觉得 我这样的够的话 其实其他人 如果接触很多外国的东西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加自己的元素下去 但是可能一些杂志 可能未必去购买 所以可能就多了網上發表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網上可以出道 出道書那些書 跟雜誌連載那些 其實性質上都很不同 有些什麼不同呢? 那時候我看到有本書 真的可以說得很 可能說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不會有一本 普通少女漫娃雜誌 會說自己親身經歷發生什麼 什麼時候連載 其實是很少的 例如我見過有本書是在網上連載 說自己得到抑鬱症 還有後來有 粉紅色那本 好像是那本 他會覺得將自己說自己的東西 好像原原本的說出來 其實普通雜誌不會容忍到這件事 甚至我其實不只是少女漫娃 其實可能我也有想過畫鬼谷那些 之類的 其實我經常有個朋友 因為他很喜歡看貴片 他經常叫我畫 他都說覺得其實是OK的 叫我畫出來提案給他們 他們又說不購買 就會覺得可能是局限了 因為他們會覺得你 其實不知道行不行的 始終你弄一件東西出來 萬一不行怎麼辦呢 他們又會不想去浪費資源 他們會覺得 你現在我做這件事 我已經夠OK的時候 其實他們又不想冒險 我會覺得 但當然新一些的書屋 例如安國村那些 他們就可以容忍到一些特別的故事那些 在一些小的公司可以看到 我覺得 其實這樣聽你說 可能反而現在 接下來在日本 如果你想做漫畫的話 其實反而不是像以前那樣 投稿或者比賽 而是你 首先就是做一個同仁畫家 然後就把你的放在網上 給別人看 例如Pissive那樣 然後就被人捏了頭 然後就出了 所以反而這個是可能是 其實也是 某程度上也是 因為其實 不過他們就好 幸好他們不會忘記他們的傳統 就算他們一開始 現在學校來都會拿一些 有一個螢幕的手錫板畫 一早已經是 但是他們也會 可能有一堂叫你 你一定要拿著一支鋼筆 拿著親身的原稿去畫 同樣時間上是不小的 即是他們頭一年是一定要你 即是那些紙、物等 全部都一定要真實 你碰過知道是怎樣的感覺 你知道怎樣畫那個 即是頭時而不是這樣 找張圖 你這樣畫完 即不是拍張照 你拿一個建築物 即是這樣拿完他的線稿就算 即是他起碼都會這樣 即是他會知道 按部就班 我覺得這件事他都還會記住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對於你這幾年的讀書過程 其實反而都有一些 即是很強化了你的根基 但會不會影響了你的風格 其實都有影響的 我覺得我的風格是除了我自己喜歡看什麼而改變 其實如果問到我 你說我平時受到什麼最深的影響 其實我之前也有想過 如果以前來說 我可能會受鏡頭 真的會受鏡頭的影響 可能我會 懂得用電腦畫的東西 那些全部都是因為 可能我看了他的東西 很漂亮 會覺得很想跟他這樣畫 但好像這件事 可能在香港 他會覺得 你還用標籤畫的東西 不是吧 當然現在會比較好 他會覺得你很厲害 還會懂得畫那些 但日本人不會的 有一批是用電腦畫的很漂亮 但有些人 他就說明 我就是喜歡用木顏色 我就是喜歡用副片畫 我都 甚至乎 讀書的時候 他都會 肯付錢出來說 我要開一個畫展 那些 也會有這樣的同學 那 我自己畫的東西 如果創作的話 都會是因為 平時你創作 始終都是躲在一個人 那我覺得 應該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只要畫的東西 又不敢拿出來給人看 又會怕被人批評 那些 但你怎樣都一定要給老師 因為 是一定要搞功課的 那時候是 一年要交四份漫畫 然後還要交平時 做事等等 所以漫畫科的人 基本上其實很少拍拖 因為根本上 他們是沒有時間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朋友 後來找到日本男朋友 因為他考逐配音 他都說 瘋了 你這麼忙 哪有時間 大家光是 只顧著去 交功課 因為最少要交八頁 加上卡卡 等等 很多工作 根本上都不會有時間 但是大家 會多了競爭性 例如 可能 他會有些分享給同學 看看 大家的 畫了些什麼 或者 那個人畫了十六頁 很厲害 他畫了三十二頁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他們又會很努力地 畫些東西出來 但是又會看回 人家畫那些東西 那又可以 那時候 我記得有個男生同學 本來很熱血少年 他第一份作品 是去畫棒球漫畫 然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 應該是受了我們影響 還有受了他家的妹妹 結果他真的很像夜奇君 他去畫少女漫畫 他之後一直都是畫少女漫畫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你會覺得其實挺有趣 是會互相影響 互相影響 這件事就會覺得是 你上學 看到 例如 就算是你的朋友 在聞些什麼 就算你不聞到 你都會知道 看看他的東西 你會 多了一些 原來 他喜歡的東西 不是我喜歡的 原來現在 在流行這件事 都會有一個好的訊息 我覺得 你剛才說 最初期就是受到Claim的影響 之後有沒有一些 很特別喜歡的畫畫家 有影響 或者故事方面 或者什麼都可以影響到你 其實如果故事方面 我真的有細心想過 如果 又不算很大大影響 因為我 就經常都很怕 看得太多 會被 別人的故事 入了路之後 就會不小心畫出來 不小心畫出來 反而我的朋友 其實是看了很多 即他本身的人生 已經發生了太多事情 即他的一個理論 和他的人生觀 反而是影響了我很多 而且他很喜歡看電影 他會覺得 他會告訴我 可能電影橋段 應該是怎樣的 那些 如果你說 畫的人的人 即人物設計 應該都是因為 我正在喜歡什麼時候 就會受到影響 可能我現在正在喜歡 不想再看 不想再看 很多人已經知道 我喜歡刀劍聯合 可能我會有些影子 但我會盡量覺得 我不可以畫成這樣 因為人們會覺得 這個擺不明是某一個角色 我會自己小心一點 如果是香港 你有沒有留意香港的作品 香港其實就 你告訴我 香港有什麼作品 也有的 如果你要數的話 問一下你有沒有看開 或者知道 香港那些反而都沒有 不過 如果那些 例如小黑那些 他們出的那類 或者可能現在 有一個 我很喜歡一個作者 八百日記那個 我也很喜歡他 那些 那些 那你覺得 從你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 香港的市場 有什麼發展空間呢 你覺得 其實香港 其實從日本來太遠了 但你覺得 有什麼可以改進 或者增加 你覺得呢 其實我覺得 又不需要學 雖然說到好像好什麼 但你學日本 但他不會 學不到什麼 因為始終 人家 有別人的 情況 和我們有我們的情況 大家永遠 就算 一模一樣樣都好 其實 一定 不會 是 但是 可能要保留自己 香港的特色 會比較好 一些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 其實 雖然你說 有 當然也有 但是 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 少女漫畫的 那個 那個 現象 其實都是很 很慘淡 對啊 其實台灣那邊都是 台灣都很好笑 少女漫畫 但是 但是 香港的少女 又的確是會看漫畫的 也會看少女漫畫 香港的少女 現在只是看動畫 其實你問我 我在看什麼少女漫畫 我想我應該 是不是真的沒有人看 就是 我很坦白 我現在追求的少女漫畫 基本上是沒有 花牌情緣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我反而想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又可以遲入 為什麼會不看 在我眼裡 其實少女漫畫的故事 大部分短篇會比較好看 可能一兩期 或者一篇一篇 會比較好看 可能他們又會覺得 很難繼續下去 例如 你說少女漫畫的秘組之一 例如說另一個 例如阿仲村有賽 其實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覺得 或者其他人都會覺得 有些人是 真的畫得很美 但是那些故事 就是這樣的時候 我是很明白 其實畫東西和作故事 真的兩樣東西 是不掛勾的 可以的話 其實就應該 可能找個原作 會比較好 我記得 剛才說的 花牌情緣 都好像是有個原作 因為她自己 本身不懂花牌 但是我覺得 少女漫畫的情況 我記得那時候 也有些老師 或者可能有時候 會看一些作者說 很多時候 畫少女漫畫的人 很多時候 其實都真的很年輕 十幾歲 或者二十多歲 然後畫一畫一畫 其實基本上 她就會結婚 不畫 又好 或者可能 轉型 畫了BL 那些又會有 或者 他們會覺得 畫同人的 會比較多 開心一點 因為不需要那麼多 掣肘 那些 可能會慢慢慢慢笑 雖然看見日本的少女漫畫 是很小的出道 但是很快 又會沒有了 就無法持續 對 我也留意到 那些少女漫畫 經常有一些 是小學生 少女漫畫家 對 十一二歲已經畫得很漂亮 畫得很漂亮 但其實他們沒有內容 對 因為他們 都沒有試過 一個深刻的 亂愛 其實 會很有趣 覺得 大部分創作的人 其實都是網上的 因為當時 老師也有說過 例如少女漫畫 他們是喜歡那些 現實得來 又不現實的 例如在一間 麵店吃東西 你可能會想像一下 原來店員 其實是一個王子 這些故事 真的 但他們會購買 那時候 我會覺得 而且 對 不過我 回想起 當時 我看了一篇 日本的報道 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但她 她說的 其實很適合 因為她那篇 說 女性 其實可以 主導到 即 那個時期 那個 社會 他們在喜歡 甚麼 她的意思是 女性 就好像 例如 動物 那些孔雀 可能 其實每一隻很漂亮的孔雀 都是男生 但要 那隻女孔雀 選擇她自己的心儀 那隻 那隻 才是她的老公 才會發展下去 她的意思是 日本的情況 就是 如果日本的女生 喜歡哪個類型的東西 然後 那個就會變成她的現象 她 也很影響了 以前 以前的少女漫畫 和現在的少女漫畫 其實都已經完全不同了 就是因為 那些女生喜歡的東西 女生喜歡的東西 不一樣 對 那這個呢 會是 以前呢 那些少女漫畫 裡面的男生 都還是有點 好像 牛郎 那樣 好飛 很多年前 那些 現在呢 就比較樸實一點 那些人喜歡學生 那些 甚至乎其實現在 已經是 入侵了2.5次元 那些 她開始已經 有些少女漫畫 雜誌 她會找一些 2.5次元的那些 演員 裡面可能 她會 有本小的雜誌 可能介紹一下她 甚至乎是 現在 剛剛有套叫做 好像幫她宣傳 即是現在幫助 可能有某幾個 很出名的演員 他們會是 他們 即是現在的項目 會覺得 即是你現在 只是搞一件事 不行的 那她呢 要兵分幾路 譬如 我說說她 現在接下來 有套叫什麼 《雨水rock》 她本來是沒有原作的 但是呢 她會知道 現在2.5那邊 很紅 她就特意找那些人 去做劇集 你會覺得 你沒有原作 會很奇怪的 她會特意找一個人 找一個出名的人 去畫漫畫 接著呢 漫畫 劇集之外 她又會做漫舞台劇 現在反而是 多了這些方式 其實都可以看到 他們某程度上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她 我會覺得 其實她只是漫畫 這件事已經不行了 她會找很多新的方向 去發展她的東西 甚至乎 難聽說 有很多 日本的 漫畫 改編的電影 其實有很多 都有 例如以前 《惡靈蜜語》 那些 其實真人了 其實家裡是挺好看的 可能都會因為 易改編 那些 這樣 但是紅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很紅的人 其實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這樣 好 那 大約 聽說的未來 會有很多 日本延況的一些分享 反而都想知道 你 現在 是不是比較 未來的 未來的 未來路向 是否主力 都是在你剛才說的 暫時未動筆的 那個項目 以及你 可能會在 《香港動漫網》 相成 《香港動漫相成》 其實可能會 發表一篇 其實 表面都是少女漫畫 那些 但可能夾集著其他東西 那些 故事來的 那 我會覺得 希望透過一個新的 其實 因為它算是透過課金的方案 我會覺得 可以一試 其實應該說 這件事 其實在日本 其實很早之前都有 不過 香港就 不習慣去做這件事 其實大陸已經是有的 我覺得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還有 給一個 新鮮感 給大家 會 希望 可以讓別人看到不同的東西 會覺得 你喜歡的話 你願意去課禁 再看下去 這樣 會 公平一點 這樣 都是一個好事 還有 故事其實已經在這裡 那個故事暫時 那個題目叫做 秘亂進行事 其實一聽就知道 是一些 好像說愛情的東西 其實都會混合 有些奇幻的東西 進去 雖然我還未懂 但我會拿來 表面上是少女馬 其實是恐怖馬 表面上是少女馬 即是有少少奇幻 加一些BL 進去 很期待未來的新作 大約就是這樣 好吧 應該 應該也不止 會不會 你也有 在那個 我還沒想 你還沒想 先做了手上的東西 好吧 希望在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會有多些不同 其實 尤其 動費的聽眾 可能比較多看一些 比較粗豪一些的東西 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下 我們會有多些機會 去看一些 女性作家的一些作品 今天多謝未來 上來和我們分享她的作品 她的經歷 她的創作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的其他節目 今天的節目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